变聪明啊这个部分 然后它的负担又比较少一点 但是还有就是说 鱼里面有几个部位 确实还是要稍微避开 因为它是属于重金属容易累积的 第一个一定是所谓的内脏类的部分 还有所谓的鱼头的部分 还有所谓的可能比如说 像它的脂肪确实是比较多的 那脂肪大部分在哪里 有些人喜欢吃那个皮的部分 鱼皮的部分 对这个是它为 它的重金属的残留是比较多的 那所谓的一个些 比如说像孕妇啦 孕妇确实还有儿童 他们在吃所谓的深海鱼的部分 建议量可能要刚刚江医师讲的这一块 就是说可能一周里面 或是两周里面再吃一次就好 大概80克左右就已经是一个极限 那你刚刚讲那个深海鱼 那个生鱼片啊 它一块大概会在20克左右 大概20块左右 所以你可以去计算一下 看看你大概两个礼拜 你可以吃几块的这个生鱼片的部分 所以就不能常吃 对 然后还有你买深海鱼 其实我也会建议就是说 金量有一些是真的是急速冷冻的 这一种它相对的 还有保存的条件温度 跟所谓的一个菌 那个菌的一个树木 是真的是有管控的啦 那如果我到菜市场去买的话 因为难免还是会到菜市场嘛 我建议是要分摊风险去做一个 就是说去分摊风险 你不要固定都在这一家买啦 因为有时候 他们的渔船就是固定配合的 对 那有时候你可能到这一摊去买 它可能是别的渔船去配合的 那可能海域的一个不一样可能稍微 可以稍微分摊一下风险 那回到家里煮的话 其实以鱼来讲的话 煮还是以水煮的营养价值其实是最好的 其实刚刚讲到聪明这件事我也很好奇啦 因为医生跟营养师都很聪明嘛 我们知道念医的其实不简单 那通常都是吃什么鱼类比较多 医师你是 台湾其实你看得到 EPA-DHA被报告可以增加我们的资历嘛 那EPA-DHA最高的鱼就是青鱼 秋刀 对不对 鲑鱼 最后面是头头 这已经是排名前市民了 对 那甚至这些鱼 EPA-DHA比这些深海鱼更多 对 所以这里面比较好的就只有鲑鱼而已 对 那当然刚才讲的说鱼 生鱼片的控制 对很多人来讲那是很大的 不高兴 对啊 天方夜谭不太可能啊 你去吃就吃个痛快啊 对 所以我建议大家你可以吃 刚才营养师特别讲过 我们青鱼 红鱼 竹甲鱼 这个都有人做成生鱼片 好 所以就做不一样的选择 对 你不一定要选这个 食物链顶端的大鱼嘛 你可以选那个中型的鱼类的生鱼片 那就可以放心的随便你吃 吃越多越健康 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说 吃到多少要拱啊 不能吃啊等等的问题 另外在鱼类的选择 很多人会吃的是鱼丸 觉得说跟鱼结合 就已经黄袍加深了 很聪明这样吃了 不会有健康的疑虑 但是陈英哥要提醒大家 其实之前在新闻上 很多的淀粉添加 其实也可能会有害 是 其实会建议大家 我们在吃的时候 吃食物 不要吃食品 对 食物的话就是 你比较看出它的原型 到底是怎么样 那么食品的话呢 它中间加工的过程 就会有一些风险 当然有的时候加工 我们说有杀 有杀菌 然后有真空包装 有急速冷冻的话 这些可能会让它的 这个本质的话 不会消失 但如果说加工的过程 不够完整 这会就是这些问题 所以在之前新闻也曾经提过 就是说有人去吃 这个鱼的罐头啊 就那鱼的罐头 可能是在霜的过程里面 有感染到什么 肉毒 肝菌 那么吃下去之后 就类似食物中毒的一个现象 就跑出来 那么另外第二个的话 像你刚刚提到的鱼丸 之前就有一位的 几位的医师 好像也包括江医师在里面 他选十大风险的食物 那這個在魚的 魚這一項的加工產品裡面 其實魚丸的話 因為我們要讓牠吃 比較脆 所以牠中間可能會 對 牠中間就會加一些添加物 這也是一種風險 像我們剛剛講到 這個在魚的 牠比較頂端的深海魚 那深海魚的話 有時候你覺得說 那我吃魚鬆沒關係吧 但是我看這裡面有幾個魚 牠也是做成吃魚鬆 那魚鬆 會不會有這個問題呢 所以我會 不只 因為魚鬆的拱含量 一定會比魚肉高很多 因為魚鬆把水分都蒸掉了 所以剩下的就是 它的魚肉的本身的固體的部分 那它的含量會很高 含量會更高 而且又有添加物 又有鹽分的問題 對 其實你知道 如果說魚做人很多 比如說像是那個天不辣 很多人都知道天不辣是 其實他們會說是魚 魚漿 到底魚漿是什麼 對 不是 其實你知道嗎 我們曾經自己做過 我們自己做過魚丸 那如果說是用那種台灣雕去做 因為台灣雕它沒有什麼刺 很好做魚丸 那是真的成本比較高一點 你做魚丸的話 你用魚肉的一個比例上來講 大概要佔百分之 大概自己做大概百分之七十 可是因為百分之三十 你還是會加一點太白粉之類的 因為粉狀其實它是有凝結的作用 凝固的作用 但是相對在做魚丸的過程裡面 你也要加鹽 因為鹽的話其實也有凝結 讓它有彈性這個功能 所以如果你是真的吃到 小朋友吃到類似像魚丸類的 那含量要超標了 對 鹽分比較高 但是我剛剛講的是自己做的 自己做當然是要做給家人吃的 相對你的魚一定比較多 但是如果到外面去的話 可能魚丸的部分 它可能是剛好倒反過來 對 它可能百分之七十是屬於澱粉類的 三十隻都魚肉 然後三十還可能有良心點 三十二十%是魚肉的部分 那魚肉到底它的 是從哪個魚的部位去過來的 因為你不知道 你已經做成所謂的魚肉的部分 已經做成魚漿了啦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魚丸 可能相對魚 如果真的要看比例 魚丸裡面的魚的比例可能 會比甜不辣裡面來的高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你加澱粉 尤其是這種比較像是修飾澱粉 你看你每次吃那個甜不辣 你都喜歡吃Q的 對 魚肉其實不太會Q欸 就是說你如果是那個加粉的話 才會讓它有Q的感覺 所以相對它的一定是 魚肉很少很少 粉很多 至於你也有過敏的問題嗎 我們稍後告訴你 剛剛我們在討論中間也發現 其實有來賓吃魚會過敏的 燕麗姐 對 我大概只有吃仿魚跟鮭魚 沒事其他魚大家就起診著 甚至會喉嚨癢 還蠻慘的 這麼嚴重 為什麼醫師真的有人體質不適合嗎 我跟你講大部分台灣人的過敏 對魚的過敏 其實很多都來自於 對不新鮮魚上面 含有的組織胺的敏感的問題 所以其實燕麗姐是吃到不新鮮的魚類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台灣因為很多魚 有常常放 常用的這些抗生素 譬如說肖基浮南 綠莓素 所以有些人是對肖基浮南 跟綠莓素過敏 都是添加物 對 更有一部分人 他對甲醛跟釣白塊過敏 因為魚很多 也會用到甲醛跟釣白塊 所以大家以為對魚過敏的 其實你可以買到比較好的魚 再測試看看 如果是不加這些藥 你吃鮭魚過敏 就代表你不是真的 對魚的蛋白質過敏 你只是對某些添加物 對 為什麼鮭魚比較不會過敏 是鮭魚比較不會有添加物嗎 對 因為第一個鮭魚是海魚 所以它沒有養殖 用抗生素這些問題 而且鮭魚全部都是進口的 所以你也沒有機會給它炸 對 沒有機會添加 沒有機會添加 所以你也其實不要一招 主菜是真的很耗風的 那我覺得這個品質 就算別人看不到 我們也要做好 所謂做好 高麗菜用流水 至少先洗三次過後 切小孩要再洗乾淨 被量多少 清洗多少 一旦碰了水 就不放隔夜 奶油全部黑 懂你做 我們都是當天做 你時候給品質 維修好品質 乾淨新鮮是為了安心 費事不再考慮之列 蔬菜包裡一口氣包進高麗菜 青江菜 魚鰭 馬鈴薯 還有特製只醃製四個小時的雪菜 這樣子的話它可以新鮮現做 它可以有淡淡的雪梨紅香 然後也可以保留它的營養素 不過度調味 身為客家人的葉錦魚 讓客家酸菜包 客家筍包的風味 鹹度明顯清淡些 更能嘗到食材原味的鮮 但先被父親打槍 鹹不夠香不夠味 沒用味精不對 對麵團做法也有意見 婦女倆過招數十回 我一直叫他放泡打粉 他也不要了 他回到身體 他說一定不放 他也希望你的包子大一點 我不放發粉 他也覺得不適合 他說你可以放少一點 然後我不放鹹水 他也覺得這樣怎麼會Q呢 接近魚堅持麵團 除了老麵 麵粉 天然酵素和鹽 不歡迎任何化學添加物 畢竟他本來就做醫療健檢 為了父親患癌症 才想做健康的包子來創業 我是消費者的時候 我也希望人家賣什麼東西給我 告訴我你的來源是什麼 一顆菜包只有177卡 也挑戰膳食纖維高9倍的全賣包子 偶爾特具可愛的包子來吸引小孩 三年過去了 得到家人 員工和客人的認同感 不改初衷的客家女子 用毅力扭轉 虧損100多萬的考驗 做對的事情堅持到底 如果覺得是對的就堅持到底 上課囉 謝謝鍾瑜老師 謝謝鍾瑜老師 滾到